接着安抚小朋友情绪 毕竟刚刚才历经娃娃车被撞翻事故 车上11名小学童有人抱着家长 有人躲在消防队员旁边 明显受到惊吓 进行简单包扎之后 消防队员现场分配 该怎么把小朋友送医检查 幸好经过初步检伤都没有大碍 不过他们搭的娃娃车却没那么幸运 靠近你看娃娃车被撞翻之后 横躺在路边 差点就要摔进一旁的田里 但是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 原来车祸发生在12号上午8点多 宜兰市的慈航三路和雪峰路交叉路口 当时准备到学校的娃娃车 经过这个路口时 被一辆继承车撞上 因为当时娃娃车车尾 已经经过十字路口 才会导致车辆被撞翻 双方的驾驶都没有受伤 那娃娃车上并有随车老师一名 幼童11名 那继承车上还有另外一个幼童一名 合计13名都受到轻伤 幸好车上的小孩只有轻微擦伤 没有大碍 至于这一次意外的肇事责任 还有待警方厘清 只是上课途中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家长和小朋友都吓出一身冷汗 近新闻 陈彦云 谢洪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